哈喽 来你们大家好 之前的视频有跟大家分享过 奇花 树花 色花 合半花 那么今天我们来介绍几款 建南的彩色花 那么首先来介绍第一款 建南的品种 精彩莓 又称千佛红莓 它这个品种是如春兰般的小草型 独具韵味 如灰兰般的气色 花大出价 如木兰般的色彩 艳丽无比 那么香气当然也是有的 它是属于那种非常纯正的 建南的淡淡的香气 是夏日暗头的必备佳品 建南的世纪花魁精彩莓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花 我这个花昨天浇了水 所以今天脑袋有点低 我们看最上面这一朵 这一朵颜色的话 是属于五彩斑斓的那种色彩 绿色的一个半顶 然后外半的话是属于非常明显 一个红色斑块很明显 大圆首 舌上带红斑的 灯芯杆一杆多花 我这一组因为苗子比较少 所以花品而言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色质还是可以的 夜长大概在咱们的25到30厘米左右的一个夜长 其他这个品种一般的话 夜长会在20左右的一个夜长 我这边养的比较阴 所以说夜比较长一点 真的是属于一个小草型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虽说是小草型的 但是它不染花 然后的话花朵的话也是高调出价的 它这个的出价不是说 它的这个最顶端的这个花高出它的页面 而是从它第一朵花的这边开始高出页面 所以它这个品种会说是如 惠兰般的气势高调出价 那如果说你苗子比较多一点 三到四秒这样子花开一杆五到六朵花 那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而且可以拔剑拔这么高 它这个品种性价比也是挺高的 小草大花 如果喜欢小草型的兰油 我是建议精彩梅 它这个品种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品种 然后再来给你们介绍一组花手 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在市面上流通的数量 也不是特别多的一个品种 雨层彩虹 看一下它这个花色的一个颜色上色度 非常的漂亮 看到了吗 它这个外磅的话是绿磅底的 然后的话过渡到磅内的一个红韵很明显 大圆蛇 蛇上面有非常明显一个红磅 它这一个为什么说它花手好 它这个两盆自初开到花鞋 依旧是不开天窗不拆盆的 所以说它这个花手在建南里面 算是数一数二的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花手 开品非常的端庄大气 在建南的梅磅花里面 我觉得还算是挺大多的 花开的直径有到差不多四厘米左右的 这样子而且它这个外三磅 从侧面看过来是有向内收的一个弧度 所以它这个开久之后外磅的话 也不会向后翻 叶枝是属于一个垂叶枝的 叶高差不多在40厘米左右的一个叶长 然后宽度在差不多1.5厘米左右的一个叶宽 也是可以出价的一个品种 雨 雨 橙 彩虹 花大 色艳 花手好 香气也是挺浓郁的 如果有兴趣的兰友 这个品种可以去了解一下哦 然后再来一组建南的额眉水仙 额眉水仙它这个品种真的是建南的品种 会兰的气势 它的这个花高调出价 一杆如果养得好的话 花杆拔高可以拔差不多5-60厘米左右的一个高度 在建南里面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品种 额眉水仙开了一个使水仙半型的话 我手上这一组已经是下花了的 然后原子里面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品种是带鲜花的 但是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它这个品种 叶长差不多30-40厘米左右的一个叶长 垂叶子叶宽差不多在1厘米左右 花开高调出价 这第一朵花就可以高出它的一个叶面了 往上走全部是高于它的这个叶面 整体的一个气势非常的漂亮 独具韵味 花色上面的话也是属于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彩色花 它的这个花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花索 去年有一组开了 这花开到花线依旧是不拆捧不开天窗的 那养护方面的话也是非常好养护的一个品种 建南的额眉水仙 如果有兴趣的男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介绍了三款彩色花 在最后面我还想给男友们介绍一组 均年天下建南的一个合半花 这样子看估计你们体验不到它的霸气跟震撼感 它的这个外半在建南的合半花里面 我是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饱满的 它的这个外半的一个最宽的一个半 半应该有在两厘米左右的 半宽应该有在两厘米 半长的话应该有在2.5厘米左右的一个半长 算是一个比较饱满的 不会非常的拉长 那它这个品种在养护方面也是比较好养护的 因为合半花多多少少跟控水是有关系的 对于新手而言是比较不好掌握的 那么均年天下它这个品种 即使说你花水给多了或者是给少了 花品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来量一下它的这个花大 我们来量一下它的这个花朵的直径 花多直径的话达到4厘米 然后它这个有一个就是 新年天下它的这个花朵还算是非常好的 自花开到花蟹 外三半不向后翻 它的这个主磅仅仅靠着它的这个凉捧 然后蛇的话是属于那一种 不会下挂的蛇 它的这个合半 花式是属于一个黄绿色的一个花色 然后而且是素磅的 它这个不像均核 均核的外半的话是褒衣最彩 那均年天下它这个的话是属于一个素磅的 花开的话一杆多花 比较遗憾的是它这个的花朵之间的排列是比较紧触的 不是非常的舒朗 那从后面看过来 这一边的话是非常圆润的一个状态 它这个品种自粗开 就像这样子粗开的时候 远远望过去像一个小汤圆 非常的圆润非常的可爱 比我们的刘洋盒的花大 然后也是这样子半寒着 不会全部的张开 那花色上面的话也算是蛮清秀的一个花色 叶长在30到40厘米的一个叶长 那叶宽在2厘米左右 叶面是属于那种比较有褶皱感的那种叶面 摸起来是比较的个手那种 叶尾是属于顿的一个叶尾 那现在均年天下的价格也算是比较清明的价格 一秒价价格大概在40米左右的一个价格吧 具体看描情 然后香气也是属于比较浓上的一个香气 那如果喜欢荷瓣花的话 均年天下这个品种 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去了解一下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那么今天跟你们介绍了四个品种里面 哪一种是你们最喜欢的呢 可以在评论下方给我留言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